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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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塑料有个问题 低温下的时候它变得非常脆 因为说我们要希望它这个润性就非常的好 像我们做很多实验 低温零下100度 零下80度 要保持材料的性能 但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过程中 你要如何把这个性能能保持住 它里面这个温光结构你怎么来控制 才能让这个材料的性能发出得最好 来保护整个我们这个航天的安全 整个转发工程的安全 像我们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06年就开始做了 第一个产品是做了整整两年 到现在我们做了15年 因为15年你天天做一个面窗 能持续你要做15年一个这个事情 那就是说一直有新的问题 新的东西来做 这就是所谓创新 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不是说是一出而就的 第二个呢 你是一群人干了一件事的时候 最终一个来实现你这个目标 最早08年我们航天员第一次出船的时候 整个只出船了17分钟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拿了一个 中国载载航天的出贡献奖 就是保护我们航天员的生命 这个一个材料就是你可能只发挥出它 50%的功能 你也许要发挥它100%的功能 也许你要在某一个环境下 发挥它某一个特殊的功能 那么这次呢 我们神舟12和神舟13 神舟10下面有15、15 都是我们建这个太空的站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出船6到7个小时 那你说它对这个环境的适应性 它的寿命要求更高 这个神12发现的时候 我还在现场 我们一般民众都非常高兴 觉得这个发现成功 因为对我们来说呢 那其实是提心吊胆的 只有他们回来了 舱外作业回到这个舱内以后 那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才在心里面才能放下这个 才觉得这个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事情 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 才做成功的这个事情 那么 Guerra 相信 是不是 行虚